苹果日报 今天这个印了300份他们的特刊 结果被抢拿一空 就是这个 我们也派人去拿 这印记了台湾民主的耻辱 粗暴的政府 说到老 那么林老师 他说他只是静坐 为什么刚制的井棍 朝他的头打下去 来我们来看会计 这哪里是拍肩膀 这哪里是台犁 那个是林老师 男的头怎么经得起 用钢制的铁棍 这样子打下去 今天王卓军说 这个请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女同学 她是这样子被抬离 用多少棍子架着她 用多少棍子架着她 好 请大家看 这样的装备的警察 穿着这样的马靴 穿着这样的钢盔 穿着黄弹背心 穿着这个手套 拿着井棍拿着盾牌 王卓军说 警察有119个人受伤 民众只有50几个 我想请问 民众手无寸铁 警察是这样的配备 请教众议员 这样 民众是要怎么把警察说到最上 这个 这个怎么在把他老板说 警察非常的焦络 人我用比例更多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们这些学生同学们 全部都是报名 我在想我们政府室 我说这些人听不下去 每一次打人打完 在台湾都是这样 只要警察去打人 第一个就跟你讲 是你挑衅 你是报名 我们没办法 我们是依法在执行 要把你给驱离掉 但问题就是说 这些警察是怎么搞现场 去搞现场 我觉得这件事情 到最后一定要有人交代 我们现在的方言 你刚才看的是说 你看看有这些相片而已 但问题就是说 有影片 有画面 我们的官员 还是跟你否认 是怎么还敢这样否认 照理来讲 应该出来说 是的 不好意思 我们两座改进 应该这样才对嘛 但问题就是说 有人不认错 那么马总统 今天也说 说我哪来黑箱 因为福茂协议 在签约之前 经济部跟相关产业协会 工会 来 我给大家看文字 马总统今天说 马总统说 福茂签约以前 经济部跟相关产业协会 工会代表 进行了110场的沟通 签约之后 立法院也开了20场的工厅会 也举办了144场的说明会 中华民国过去的法案 都没有经过这么严格的检验程序 他说还有什么黑箱可言 去年当黑箱的福茂 引起台湾社会一片花蓝的时候 大家纷纷跳出来抗议 连执政党的立委 自家立委都重炮的轰击马政府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连我们都不知道 王金平也说他不知道 在那个时候 公民团体以及许多学界 包括台大法学院的院长 台大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台大文学院的院长 出来要求 我们必须要捍卫民主价值 针对福茂的部分 一定要进行民主审议 必须要能够加以落实 那个时候 朝野才做成了逐条逐项审查 同时要求要加开公厅会 但问题是什么 去年当立法院决定 要开公厅会的时候 事件的主角 一样是张庆中先生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三八公厅会 什么叫做三八公厅会 他三天排了八场公厅会 我第一次看到 我们的立法院 这么高效率 这么认真 连晚上都在加班 一天要赶三场公厅会 早上 下午 晚上 那种公厅会的开法 根本就是一个过水的会议 它完全没有要进行 实质的审议跟讨论 不是真正要解决问题 不是真正要解决问题 我讲一个最具体的例子 我们的政府 在签福茂协议以前 有没有做过产业冲击影响评估 有没有做过社会安全 冲击影响评估 有没有做过就业 攸关劳工就业的冲击影响评估 答案是没有 没有 你有问他们吗 没有 所有的影响评估 都是事后补作的 而且即使是事后补作 做出来的东西 一样里里里里 大家事实上只要去看 福茂公听会 在举行的现场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官员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稿子 在照稿子念 每一次都是照稿子念 讲的比较不客气一点 提出来在每一场 不同的公听会的报告 前面的那场公听会的报告 超到这场公听会的报告 王玉琦先生 林中生董事长 他们在公听会上面 发言的内容 就好像 前总统府国策顾问 郝明毅先生 所讲的一样 那是一种达陆机式的 这个达陆机 我们特别有准备 大家平常 不会去看 立法院开的公听会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的 就是说 这个公听会 叫做在臭业机 这个在呼弄百姓 其实我觉得 它是在作假 刚刚讲到 郭昌兄说 这是达陆机式的回应 来 我们来看 VCR 大家看到那个学者 女性是台大经济系的 系主任郑秀玲 那黄国昌 人也在现场 刚刚请大家看的是 王玉琦 他第11场 第12场 第13场 每一场讲的都一样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郭昌兄 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那个比利时 那个是什么 因为你真的 他们可能在写官方报告的时候 他们可能真的以为 大家都不会认真的去看 那他们又引一些外国的文献 但是我真的就去看 那个外国的文献 我把整本的 他们的那个整个英文的paper 全部调出来看 那我看完了 他们的结论 跟他们在援引的时候 他所要去支持官方的说法 根本就没有办法搭配在一起 那那个可以说是进入了非常细部 那个是服务业的报告 可是他引述的是比利时的 制造业的报告 那那个已经进入了非常细部 非常细腻的讨论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针对这么攸关重大的事情 有一些事情 我们必须要能够透过 非常实质的审议 是真枪实弹的 了解 好 不好意思 我要进广告一下 不过重点是 我们真的要服务协议 这个配合真正的 让这个业者需要 需要这个符合业者的需求吗 等一下我们再看 业者的反应 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服务协议一个字都不能改呢 再来 国民党开的公听会 刚刚讲的三天开八 这个几天开多少 三天开八场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听会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来 先休息进广告